朋友们好,这几天呢,乌克兰的局势相当相当的紧张, 但是也是比较乐观的,据说俄罗斯把所有的预备队全部填进去了 现在在扎波罗热,乌冬,鸡酒馍,北斗尼斯克打得相当的激烈 咱们择夜也在那叫唤,说我一天要四几百人了,赶紧给我支援吧, 你说他为什么叫唤呢?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 他就要跟美国要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那种火箭炮射复快,射程远,射程多少呢? 大约六七百公里,就是如果把它射在哈尔科夫的话,可能就能打到莫斯科去 美国呢,就把这东西捂着,就不给你,他为什么不给他呢? 美国想把这场战争就困制在乌克兰境内 让乌克兰达到他的战略目的,把俄罗斯给赶出去,然后弱化俄罗斯的整个实力就行了 但是呢,他就是不想把战争烧到俄罗斯本土去,把战争进一步扩大化 这样的话,分享一个成本,他可能暂时觉得他不想承担 所以呢,他在援助乌克兰的时候,他是有所保留的 而且,有一定的计划,有一定的层次,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他援助的是 肩扛的那种反坦克武器 后来呢,他就开始援助坦克,现在援助大炮 但是援助大炮的时候呢,他也是有所保留 在飞机上呢,他主要是通过零部件的形式 援助原来的俄罗斯的那种装备,就是飞机吧 你想,他美式的那些比俄罗斯先进多了,他为什么不给啊? 他就等着看嘛,如果真的有必要给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给的,甚至派出地面部队 甚至呢,就是,你想,那个 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他把飞虎都给派过来了 那些都是志愿者,但是呢,都是真正的美国人 躲身躲着的美国人,而且呢,武器也是美国的武器 就是,他就看,把握火候了 他觉得该出手的时候,出到什么程度,他就出到什么程度 现在他把海军陆战队派到基辅去保卫他的使领馆 这就已经是个相当强烈的一个信号了 我呢,其实不喜欢说这个战略方面的 战略方面,有一个专家,他叫平可福,他说的相当的好 尽管有些观点,我也不赞同,但是我很佩服他,水平相当相当的高啊 这个人呢,以后我慢慢再说,今天我就不啰嗦了 我今天早上准备了一个视频 就是,乌克兰的一个炮兵部队啊,就是 轰炸俄罗斯的阵地的这个情况 那个呢,也是最近的,就是5月份 这支部队,就是乌克兰的第45空中突击旅啊 他其实斩获挺大的 他摧毁了好几个敌人的军火库 那些视频呢,因为在西瓜头条上 其他博主也发了,我呢,发跟别人有重复 所以呢,人家平台就以这个理由 我经常就是不通过审核 就是这个,昨天晚上我准备了一个视频 炸的也不是军火库,就是敌方的阵地吧 一直一晚上了,一直也没有通过 也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 那个现场轰炸的视频,是不是能够看到了 现在我就给朋友大概的聊一聊 就是乌克兰的第45空中突击旅吧 这支突击旅,它成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它是1993年,就是乌克兰独立之后 它成立的,当时 它的基础呢,是原来的第299禁卫营 第299禁卫营呢,是属于第98禁卫空中突击师的 成立之后,它就开始把原来的老部队 改了个番号 就成了45空中突击旅 但是呢,这个突击旅到 2006年的时候,它又赶上裁军 就是我们都知道,前面给朋友们说过嘛 就是,乌克兰一建国,就开始使劲裁军 今天裁军,明天裁军 力度越来越大,就是为了让俄罗斯放心吧 把核武器也是自费武功嘛 到2012、2013年的时候 它的总的兵力才8万人 而俄罗斯呢,有几十万人 所以呢,才能在俄罗斯进攻克里米亚的时候 它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克里米亚给通病了 当然了,在前面,就是2013年的时候气氛相当紧张的时候 乌克兰也明白过味儿的了 就开始逐步地纯建第45空中突击旅 当时呢,它就是在他们的 第88独立摩布营的基础上开始建 2016年的时候,它就把这个部队啊 命名为第45空中突击旅了 在此之前,它派这支部队到乌克兰东部啊 就是洞巴斯一带参加战役 打的是相当的英勇 战绩也不错,就是没软弹 人家看着有希望,就把它进一步扩原,扩装备 就扩成了第45空中突击旅 这个第45空中突击旅 它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它有三个空中突击银,实际上就是空降银 还有一个防空银 另外,就是这个第45空中突击旅 它还有一个炮兵团 这个炮兵团呢,下辖三个炮兵营 有自走炮,有火箭炮,有导弹等等的 这个炮兵团最近就是比较出彩 它呢,就是炸了敌人的冲火库 然后呢,炸敌人的阵地 最近这段时间,乌克兰 就是打击俄罗斯,主要就是靠炮兵嘛 另外,就是第45空中突击旅 它除了这四个营 跟一个团之外 它还有一些大队,比方说 一个坦克大队,一个工程大队 一个信号大队,一个地面志愿大队 一个维修大队,还有一个物流大队 以及医疗大队,区基大队等等吧 好,那今天关于乌克兰的 第45空中突击旅 以及战场的一些信息 就先聊到这里吧,谢谢朋友们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